空旷幽暗的树林里 一个老汉手持电筒 独自行走在路上 老汉突然憋得受不了 来到路旁 准备解决生理问题 老汉忽然发觉不妙 他手中的电筒照过去 只见地上赫然躺着一个女人 大家好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这集也是2022年 最后一集更新 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来 对南瓜电影的支持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各位帖子们 继续支持南瓜电影 我们也会坚持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多 更好的影视推荐 这里南瓜全体小伙伴 提前给大家拜年来 祝各位帖子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大吉大利 死者是名白人女性 年龄二十出头 头部一侧受到顿气所伤 没有发现手机和钱包 死亡时间大约一小时内 身上衣服完好 并没遭到性侵 法医推断 从伤口分析 应该受车辆撞击之后 被拖到这里 目前来看 应该是起 肇事逃逸案件 老汉解释 他从酒吧喝酒回家 途经这里发现地上尸体 老汉还说 他在酒吧见过几次女人 女人住在一个 叫卡斯维的人家里 那是一栋非常大的房子 在山顶上 老汉的女儿叫苏珊 地上女人给苏珊当宝洁 女儿应该知道女人名字 苏珊这边 两人了解到 死者名叫小兰 是个学生 她给卡斯维家看房子 卡斯维一家去了国外 小兰没事的时候 帮苏珊做宝洁工作 两人来到卡斯维家 奇怪的是 大门并没上锁 他们来到屋里 一阵翻找之后 维拉在床上找到一部手机 就在这时 楼下传来巴特大声叫喊 维拉迅速来到楼下 原来地下又发现一具男尸 好吧 这真叫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天亮之后 圆丁过来上班 圆丁名叫哈顿 在这里工作时间较久 哈顿介绍了小兰 她是一个大学生物学生 门前的那个装置 就是小兰用来捕捉飞蛾的工具 哈顿说 有几天没见到小兰了 哈顿还介绍了案发室 自己的行动轨迹 对于房间的男尸 哈顿声称自己不认识对方 男人被人一刀捅在胸口上 当场丧命 凶手杀人后 从窗户逃跑了 男人身上无任何证件 目前只能称呼无名男 维拉在铁丝网上 发现一小块碎布 根据小兰手臂上的划痕 维拉判断 那块碎布 有可能来自小兰衣服上留下 维拉组织人力 开始梳理案情 昨晚在偏僻的乡间 发生两起命案 根据现场痕迹推断 女大学生可能邀请无名男过来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两人全部死亡 小兰案发现场车轮痕迹 暂时没取得成果 中介那边查到 小兰人品优秀 从来不干坏事 所以才会被推荐去看房子 至于无名男 就让警方头大了 他身上除了一张 从被宾顿坐来过的汽车票外 什么线索都没有 房间啤酒瓶上 留着无名男的指纹 由此不难推断 小兰和无名男认识 不然不会一起喝酒 维拉安排肯尼 马上赶往被宾顿 把那里的老鼠洞都翻一遍 一定要搞些资料回来 维拉和巴特 找到了房东的邻居 邻居男的叫老雷 女的叫多林 两人声称 昨晚家里请客 叫了几个老朋友过来 大家基本窝在家里 都没出门 小兰教授这边两人得到消息 最近小兰一直没来上课 发邮件她也没回 不知什么原因 另外 小兰不是学生物专业 那些补肺恶装置 可能属于个人爱好 两人在小兰储物柜中 发泄一些药物 法医解释 那是治疗抑郁的药物 小兰被诊断出抑郁 大概七年前 但尸检并没检测到药物成分 也可能她停止服药 法医还在小兰头发里 发现一小块车漆碎片 因此推断 照示车辆是台白色车 而且车辆应该有些年限了 无名男尸体口袋里 他们发现乙酸乙脂 那是一种化学制品 经常用来闷死蝴蝶 制作标本食用 威拉找到小兰的母亲 把小兰之死告知对方 小兰母亲听出威拉话中怀疑 小兰因停止服用抑郁药物 并请反复刺死无名男 由窗户逃出 后不知被什么人 开车撞死的推断 他瞬间暴怒 等你们尸检之后再联系我吧 肯尼终于带来消息 一个酒吧服务员认出无名男 两人立刻来到酒吧 服务员名叫小丽 小丽介绍 昨晚无名男来到酒吧 要了一杯啤酒 坐在一个角落 威拉询问小丽 小兰有没有过去和无名男说话 小丽表示 他没看到 他去拿酒了 回来就发现两人都离开酒吧 警局这边查到 无名男伤口里有衣服纤维 但那和小兰身上衣服不匹配 因此可以排除小兰杀了无名男 自己逃去户外的可能 威拉在无名男身边报纸上 看到一行文字 肯尼查到 那是赌场一匹马的名字 无名男可能去赌场买过吗 赌场老板告诉两人 无名男叫马丁尼尔森 昨天上午来马场下国主 两人从老板这边搞到马丁住址 两人在马丁的房间发现一些飞蛾 他们分析 马丁可能和小兰有着共同爱好 打开另一个房间 把威拉吓了一跳 房间的床上 躺着一个老妇人 此时楼下忽然传来声音 来人是个女人 她是马丁邻居 邻居介绍 马丁母亲摊在床上 马丁有时出门 都是自己过来照看老太太 威拉从邻居那里 搞来马丁留下的紧急联系电话 经确认 那是一个未前犯罪人员开设 一家慈善机构 这就有些怪异 马丁为什么把紧急联络电话 留在一家 有着犯罪前科的慈善机构 莫不是马丁以前也是个人吗 两人满腹狐疑 找到那家机构 负责人男的叫洛根 女人叫雪莉 得知马丁死亡的消息 两人确实有些意外 洛根这边 两人了解到 十年前 马丁确实有过很短刑期 大约半年前 马丁来到这里 当了一名志愿者 但几周前 马丁被辞退了 因为马丁给雪莉 留下猥琐的印象 警方离开 雪莉朝着洛根说 我们没做错什么 而洛根看了看对方 并没表达什么 难道这里 还隐藏着什么猫腻吗 警局这边查到 大约十二年前 马丁被判危害公众罪 入狱一年 根据记录 他仅犯过那一次罪 那时他还是一个青少年 海伦查到小兰的手机 最后通话时间 打给马丁家的坐机 还有三个电话 来自另一部手机 那部手机主人 就是酒吧的服务员小丽 两人来到酒吧 小丽一个小时前离开了 两人惊讶发现 酒吧的老板 正是小兰房东的邻居老雷 但此时老雷表示 他不知道小丽去了哪里 离开酒吧 肯尼送来助攻 在检查超速视频时 发现一辆白色小货车 案发时间 曾经过小兰的那片林子 车主名叫杰森 范有钱客 那是一起故意伤害他人的罪名 两人赶到 只见一个男人 头破血流跌坐在地上 男人不远处 正是他们刚刚寻找的小丽 小丽解释 头上流血的是自己男友 名叫杰森 杰森头上的伤 是被自己打的 小丽和小兰 是一对好友 但杰森因为小丽 不陪自己莫名吃醋 所以才会被小丽 揍得头破血流 因此警方有理由怀疑 杰森把这些归咎到小兰头上 朝着小兰痛下杀手 他们还在杰森家里 发现一台小货车 更诧异的是 车身到处是血 但杰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自己认识小兰 可根本不认识马丁 无怨无仇 有什么理由杀死对方 杰森车上的血迹 很快检测出来 确实和小兰马丁没半点关系 那些血来自动物 杰森是个偷猎者 第三起命案接踵而至 发现小兰尸体的老汉 在自家仓库中 又发现女儿苏珊 吊死在房梁上 老汉瞬间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女儿和两起命案 有某种关联吗 法医诊断 苏珊窒息而亡 没有挣扎迹象 可以肯定是其自杀 老汉介绍 从得到小兰死亡消息 苏珊一直魂不守舍 也不知道她怎么了 维拉似乎想到什么 她询问老汉家里是否有车 老汉解释 车库里有一台皮卡 警方这才发现 那正是撞死小兰的那台车 这台车没上税也没交保险 属于一台黑车 警方资料库中根本没有记录 当时就无法查到 现在看来 苏珊意外撞死了小兰 苏珊过不去心里的砍 自己也自杀身亡 尽管如此 维拉对工作中的失误 还是非常恼火 维拉找到原定哈顿 杰森说他们偷猎的时候 曾和哈顿发生争执 哈顿解释 杰森几人准备偷他们的羊 被自己发现 他们才驾车逃跑 他们没偷到 自己没损失 也并不算什么大事 哈顿不准备起诉对方 警局编制查到 慈善机构有谎报死去人员 冒领救济金的情况 警方立刻组织警力 对慈善机构进行突击检查 维拉指出 你的财务报表上 一半的人员都已过世 你还在申请救助金 希望你能有合理解释 维拉从雪莉这里得到消息 当初他们辞退马丁 根本不是因为马丁 做了什么下流事情 而是马丁得知 他们冒领救助金的事情 随后马丁勒索了洛根和雪莉 雪莉介绍 马丁除了要钱外 还要当初在这里得到救助 那些有钱科的人 每个人的资料 回到警局 维拉根据手上线索 重新梳理案情 三个月前 马丁得到慈善机构工作机会 意外发现雪莉夫妇冒领救助金之事 马丁勒索两人 还搞到了那些有钱科人的资料 但那些有钱科的犯人 分布在多个监狱服刑 马丁要来这些资料干什么 警方查了马丁曾服刑的哨馆所 发现出狱的犯人们 有很多都是马丁欲友 那么马丁为什么要试图跟踪人家 人家跟他有什么关系 两人走访了马丁的妈妈 老太太介绍 马丁爱收集飞蛾 她也搞不清楚 那东西有什么用 老太太还表示 监狱绝对是个锻炼人的地方 马丁进去时是个孩子 但出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 小兰的死虽然搞清楚了 但她为什么会让马丁去别墅 两人当晚又干了什么 仍然是个未知数 为此 威拉找到小兰母亲 据兰妈介绍 小兰还有一个哥哥 当时也在哨馆所服刑 但后来 小兰哥哥因为哮喘发作 死在狱中 兰妈虽然怀疑儿子死因 但无凭无据 她一个老太太又能怎样 警局这边查到 小兰的哥哥 当年确实因呼吸骤停 死在监狱医务室 他们还查到一份失职报告 报告记载丢失一个呼吸器 当时定性为暴力事件 但被证人驳回 那个证人就是马丁 除去报告的是一个高级警察 两人来到老雷家里 此时老雷不在 威拉询问多林 是否认识一个叫西蒙的人 多林表示 自己没听说过此人 威拉指出老雷应该认识 两人曾在一起服刑 威拉告诉多林 西蒙就是小兰的哥哥 当时服刑的还有马丁 多林表示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威拉指出 小兰案发的晚上 你俩都说 当时邀请朋友过来聚会 大家都没离开 可警方走访了聚会人员 有人声称中途老雷离开过聚会 酒吧这边 巴特带人找到老雷 老雷正在喝酒 巴特以谋杀罪将其带走 威拉忽然想起老雷曾提到 他们买下小兰房东这块地 是听一个老朋友说起 那么老雷口中这个老朋友是谁 在哪里认识的老朋友 威拉仿佛被人扎了一锥子 立刻驱车上路 他电话通知巴特 立刻组织人马 送来哈顿农场 多年前 马丁 西蒙 哈顿还有老雷 他们同服刑在一所监狱 西蒙当时有哮喘病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哈顿意外弄丢了西蒙的喷雾剂 致使西蒙死在狱中 哈顿和老雷威胁了马丁 让其为他们保密 并指示马丁推翻办案警官的指控 后来几人陆续刑满 被释放出来 哈顿和老雷一直保持联系 由于愧疚 马丁也一直帮助小兰收集飞蛾样本 案发当晚 哈顿发现杰森等人偷猎 他没有追上杰森 哈顿打了老雷电话 让其帮着追踪杰森等人 但他们仍然没能追上 哈顿返回别墅 见到马丁和小兰正在别墅喝酒 当时马丁可能喝高了 想起死去的西蒙 马丁开始发飙 哈顿追踪杰森 原本身上带着刀防身 被马丁激怒的哈顿 一刀捅在马丁胸口 导致马丁没来急坑一下 立刻就被送走了 小兰哪见过这阵势 吓得他从窗户翻出去 一路狂奔 因此小兰的衣服被铁丝网划破 留下布条在上面 哈顿一路追赶 无路可逃的小兰 被深夜驾车出门的苏珊迎面撞上 小兰当场丧身 哈顿则把小兰尸体 拖到水沟旁边 事后导致苏珊承受不了压力 也上吊自杀身亡 至此 这起一连三条人命案件 最终得以告破 小兰葬礼上 兰妈拿出小兰和西蒙的通信 西蒙在信中 肯定了马丁的诚实 正义有时会来晚 但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好了 电影结束 如果你有不一样观点 请留言去评论区 感谢关注 下期见